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冲欢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在明末众多的谜案中 这是一个让无数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对此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毛文龙被杀 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进行关注百家将谈戏的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保卫京师 所以关于这原冲欢为什么杀毛文龙这事 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 就是要问给原冲欢杀毛文龙的动机 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传说 大伙都知道的一个传说 就说呀 原冲欢到了辽东之后 觉得这五年收复辽东真是太难了 没办法怎么办呢 托人给黄太极烧信 说要表示议和 黄太极接到信之后 马上回复了 说行啊 我同意议和 条件是你把毛文龙杀了 杀了毛文龙 我不但同意和平 而且把整个辽东东都还给你 这种条件 谁一听都不相信是真的 可是原冲欢相信了 所以他在铤而走险 上商岛杀了毛文龙 原冲欢在杀毛文龙的时候 重复过一句话 他说 我今天杀你毛文龙 就是为了收复辽东 五年之后 我如果收复不了辽东 就让皇上 像今天我杀你毛文龙一样 杀了我 原冲欢这句话 似乎在印证 印证什么呢 印证他和黄太极之间 有这种约定 可是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呢 我觉得不成立 很可能就是黄太极编造的谣言 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 交易条件不对等 要想和平谈判 实际上就是两者势力相持不下 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 提出议和 那么一旦要谈判就必须双方做出让步 妥协 去场交易 这个交易的条件必须对等 比如说要么你用钱去买和平 要么用土地换和平 就像当年 这南宋政府和这个辽国和金国 用各地赔款的方式换和平一样 你说这黄太极用一个毛文龙的手机 换整个辽东 这不对等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黄太极根本没有异何的诚意 因为在辽东啊 明朝和金国的这个势力对比 人家金国显然占优势 占主动进攻的势头 袁崇焕就是一个守城的 是他主动提出来要议和 既然是袁崇焕主动提出议和 那么黄太极有必要把整个辽东让出来 去换毛文龙的手机去换和平吗 这也不可能 这么简单的道理 袁崇焕能不明白 可是呢 毛文龙被杀之后呢 这个谣言呢 就在京城内外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这个说法 这个谣言 这个传言吧 肯定传到了冲真皇帝的耳朵 你说冲真皇帝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 他心里会怎么想 即使他不相信 袁崇焕如此的愚蠢会上当 但是他一定因此而对袁崇焕失去一些信任 部分的信任 那么大家会问呢 既然我说这个传言不靠谱 这个传言没法成立 那么我认为 袁崇焕为什么杀毛文龙 又我分析啊 这个袁崇焕上双岛 并非非要杀毛文龙不可 用他的话说 可用则用之 不可用则杀之 所以这袁崇焕上双岛的时候啊 尽最大的可能 要争取毛文龙为自己所用 可是呢 毛文龙不配合 不服节制 不听指挥 他怎么个不听指挥 不服节制呢 有五个表现 第一 要求经济独立 袁崇焕说呀 你东江根据地的所有军饷粮草 生活补给 都有我来提供 毛文龙说 不行 所有的粮草 我自个儿花钱去买 袁崇焕是想通过经济上的控制 达到对毛文龙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 当然毛文龙不敢 第二 不满意区域划分 袁崇焕说 以吕顺为界 吕顺以东 归你毛文龙 吕顺以西 归我袁崇焕 毛文龙还是不答应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划分的话 这毛文龙不剩下什么了 第三 不同意攻打金国 袁崇焕说 咱们要形成对金国的东西夹击之势 命令你去攻打镇江 那个时候的镇江 就是现在的丹东一带 鸭鲁江边上 然后呢 向北攻打 吕顺 他不干 为什么不干呢 他知道啊 毛文龙的这个特长呢 就是打游击 到处骚扰 真要让他攻城啊 没那本事 他怕怕把老本都赔光了 这是第三 第四 不愿意接受整编 袁崇焕要整编他的部队 他那咋行啊 因为毛文龙一直在吃空下 一整编就露馅了 再说了 一旦整编之后 这部队听谁的 就很难说了 所以毛文龙还是不答应 第五 不愿意建立 隶属都市衙门的行政机构 袁崇焕提出 在你的东江根据地 建立一行政机构 隶属我都市衙门管理 毛文龙不干 为什么不干呢 他自个儿在东江建立了一个衙门 过往的商科他要收税 收了税之后 归他自个儿所有 一旦建立隶属都市衙门的行政机构 在这笔税收就不见了 所以也不答应 这五个表现实际上是 袁崇焕上双岛之后 和毛文龙谈判的所有内容 可是经过三天的谈判 一项协议没牵起来 毛文龙是一个都不答应 这下袁崇焕心里就 闹腾了 冒火了 耐心就渐渐地失去了 失去耐心 这杀心就起了 所以呢 两方都不妥协 都不让步 矛盾激化了 最终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毛文龙被杀 黄台基带领十万金军 绕到蒙古进攻大明 大明王朝危在旦夕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事 保卫京师 傅晓梵教授认为 毛文龙毕竟是 两代皇帝其中的边关大帅 袁崇焕说杀就杀 的确有点过分 毛文龙毕竟在东江一带 经营了十年 儼然是一个地方军防 面对这样的人物 袁崇焕应该懂得一点 统协和让步 力争毛文龙成为他的盟军 而不是属下 毕竟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多一份成功的希望 退步说 毛文龙和金兵 已经打了十年的交道 怎么对付金兵 也是有一套办法的 但是 袁崇焕没有这样做 接下来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袁崇焕心里很清楚 杀完毛文龙之后的负面影响 是很大的 这毛文龙被杀几天之后 在东江根据地 有金国的卧底 马上就把这消息 透露给黄太极了 黄太极一听 大喜过望 太好了 他准备率领满猛联军 避开关宁井 这个袁崇焕重兵把守的防线 绕到蒙古 越过长城 直接进攻北京城 好家伙 这个计划非常冒险 那么 黄太极敢实施吗 他要是不敢 那就不是黄太极了 所以毛文龙被杀之后的四个月 黄太极带领十万万猛联军 突然出现在 寄门一线的长城脚下 对喜丰口一带的 这个长城爱口 发起猛烈进攻 很快越过长城 兵封直指尊华城 长城防线失守 尊华城告急 崇祯皇帝 一听说这消息 大惊失所 因为 崇祯城离京城 只有不到三百里了 消息传来之后 崇祯皇帝之后 下令京城进言 然后号令周边的所有的 这个总兵带着你的人马 立刻进京秦王 这会儿袁崇焕 面对这个险境有两个选择 第一 趁这皇太极 请京国全部主力 攻打京城的机会 因为什么叫机会呢 因为这会儿沈阳城空虚了 趁沈阳城空虚 进攻沈阳 这叫唯卫救赵 迫使皇太极回兵救援 然后在半路上打他的埋伏 这叫唯点打员 在军事上是高招 这是皇太极最怕的 这是险招就在这儿 那么第二呢 派他的部队迅速进京秦王 拦截皇太极 不让他攻打京城 这招是皇太极最希望的 皇太极心想 我即使拿不下京城 我也会在途中 歼灭你关宁铁骑 因为关宁铁骑老躲在城里 打不着 这会儿出来了 正好消灭 这在军事上叫 攻其必救 也是唯点打员 你说 袁崇焕采取什么招呢 他完全按照皇太极希望的方法做了 带着他的人马进京秦王 所以当他听说 皇太极越过长城 攻打尊化了 马上命令他的属下 山海关平辽总督赵帅教 率四千官邻铁骑 迅速入关 直奔尊化城 建立第一道防线 拦截皇太极 这赵帅教没说的 拍着马就带着全部本部人马奔尊化城 马上到尊化城了 中了埋伏 全军覆没 赵帅教阵争亡 第二天 皇太极带着人马 拿下尊化 接着朝 冀州城铺来 冀州就是今天天津的季县 一旦冀州失守 京城以东 就再也没有 险要的阻恶了 无险可守 无城阔防了 整个经济地区 就是一片开阔的大平原 完全的暴露在 金国铁骑的铁骑之下 情况危急 这个时候 袁冲官在干嘛呢 他当然没闲着啊 他在派这个赵帅教率人马 建构第一道防线的同时啊 他带着九千铁骑 七千步兵 从宁远和锦州出发 直奔济州城 他想在济州建立第二道防线 拦截皇太极 与此同时呢 全国各路的这秦王兵马啊 就进了京师地区 这京师地区就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天津这一带 这个时候 崇祯皇帝再度的表现出 对袁冲汉的高度信任 任命袁冲汉为各路秦王部队的总指挥 袁冲汉接到任命之后 马上对各路兵马做了安排 然后自己呢 守在纪州城 他想啊 在纪州城啊 就是皇太极进攻京城必有之路 我今儿就守在这 就像我当年守宁远一样 我要让皇太极在纪州城下 让宁远城的历史重演 你坚固的城防给你有力的打击 可是千能万能不来 没动脚 这袁冲汉纳闷了 黄太极哪去了 难道他都退兵了 派出探马回来报 坏了 黄太极啊 向北绕过纪州 断顺意了 你说黄太极为什么不攻打纪州啊 朕就得佩服人黄太极高明了 高袁冲汉一筹 黄太极太了解明军的打法了 尤其是袁冲汉这套 凭借坚固城池打我的防守反击 他就想 我和富汉两代啊 在你袁冲汉面前 在宁远城下 我吃过亏啊 我不会再上当了 你守纪州 守吧 我绕过纪州 我直奔顺意 我然后从顺意再攻京城 看你怎么着 这袁冲汉一听 黄太极奔了顺意了 马上带着他的人马奔顺意 追不上了 所以黄太极在顺意一带 烧杀强掠 接着突然掉头奔了通州 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了 那个时候的距离 袁冲汉马上带着人马赶快奔通州拦截 而黄太极呢 又一转身 绕过通州 直奔北京城来了 哎呀 这袁冲汉呢 完全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 被黄太极牵着鼻子 在北京外边转圈 他所有设计的拦截黄太极的方案 人家根本不理 都落空了 这个时候 黄太极带队直奔京城了 京城危在旦夕 所以袁冲汉当下决定 回市北京 利用京城的城防 和黄太极决一死战 一声令下 带着他所有的九千铁骑 铁下资重粮草 步兵泡兵 人不吃饭 马不停蹄 抄近路 走小道 拼死要赶在黄太极之前 到达京城千赶万赶 终于在黄太极 到达京城之前的那个晚上 袁冲汉带着他的九千人马 来到了京城外城广渠门之外 可是京城城门紧闭 不让这股援军入城 为什么 你说敌人要来了 赶紧进城 守城啊 大门关着不让进 原因很简单 外边在打仗 半夜三更来一哨人马 黑咕咕咕咕看不清 不知底细 谁敢把你放进来 所以呢 就吃了笔门羹 不让进 袁冲汉的部队怎么办呢 往去门外 露天扎营 第二天一大早 黄太极的大队人马到了 这下就说不清了 为什么说不清呢 你让京城百姓们怎么看呢 你袁冲汉和黄太极脚前脚后的来到了京城 就大伙都说 黄太极是你袁冲汉带来的 甚至有人说你官邻铁骑那就是你真族人办的 京城内外传开了 袁冲汉是汉奸 老百姓就不客气了 不是兔兔吗 就是扔石头 袁冲汉是跳的黄河起不清了 怎么办 没的选择 只有打好这一仗 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缘 用战斗的胜利来证实自己的清白 这人黄太极一到京城 到京城脚下 二话不说 分兵两路 开始共到京城 第一路由黄太极亲自率领 在城北对明军的阵地发起进攻 这些明军首相是谁呢 一个是大同总兵满贵 一个是宣化总兵侯师路 宣化就是现在的张家口 这两路人马也是响应皇上的号召 禁秦王的 也在黄太极到达之前赶到了北京城下 也不让进城 也只能在城外和后军的骑兵展开决战 明军在原野与后军军交战 不占优势 是他的弱项 明军就善守城 在原野决战 这不是对手啊 这两路人马根本不是黄太极的对手 所以一战下来 这侯师路的部队就给打 崩溃了 这满贵啊 真不简单 孤军奋战 顶住了这个灵力的攻势 这个时候呢 城上的守军呢 就用炮火增援 一片打过去之后 敌人伤到多少不知道 把自个人全炸得差不多 死的没几个了 满贵带着本来不多的人马 被自个的这个炮火 打的是死伤殆尽 只好赶紧躲在这个城外的关帝庙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 京城的守军把城门打开了 把德盛门打开之后呢 让那个满贵带着他那个残兵啊 进了德盛门的瓮城 这是德盛门之战 虽然损失惨重 但毕竟的抵住了金兵的进攻 再说这第二路人马 另外一路人马 那就开始进攻 守在广区门外的 袁冲焕带的那个 灌丁铁机的阵营 两军厮杀了八个小时 结果后军军大败 溃败了 灌丁铁机一直追出三十里 取得了广区门外大捷 袁冲焕了 京城中之位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袁冲焕与黄太极是否有密约 这是历史上颇受争议的话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傅晓帆教授如何看待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保卫京师 在与黄太极的交战中 尽管双方兵力悬殊 袁冲焕还是一少胜多 暂时缓解了大名京师之危 在明朝政府看来 事情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接下来朝廷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如何润功行赏的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广秦门外大捷之后 崇祯皇帝对袁冲焕的态度 发生了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 你看 袁冲焕带着他的人马进京秦王的时候 皇上对他多信任 任命他为各路兵马的总指挥 他怎么指挥都行 他怎么安排皇帝都行 你就看着办吧 可是广秦门外大捷之后呢 崇祯皇帝开始怀疑袁冲焕的所作所为了 那么为什么崇祯皇帝会发生这种转变呢 有人分析说呀 因为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据很多史料记载啊 黄太极在广秦门外失利之后 挖空心思的设计了一个离间记 什么离间记呢 命令他两个副将 在关押着战俘明朝的太监杨某的隔壁的房间 隔壁房间低声而语说 今天撤兵是皇上的计谋 皇上一大早 骑着马就去了袁冲焕的镇前 袁冲焕的镇中又来了两个人 他们密谈了很长时间 商量好了 这京城早晚得拿下 就这段话 这隔壁的这杨太监呢 装着睡着了 就把这话听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 黄太极就把这个杨某 杨太监放了 杨太监回到宫中 就把他听到的话告诉了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就信以为真 从此失去了对袁冲焕的信任 甚至下决心要除掉袁冲焕 那么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许多史料都对这件事情有详细记载 大家都不怀疑 那有人提出质疑 什么质疑呢 他就问啊 为什么这个计谋只有清朝人的史料中有记载 而明朝人的史料中却不见知言片语呢 所以他以此为据 断然下结论说 此计纯属 子虚乌有 可我认为啊 你完全的推翻这个计谋 没有依据 这个计谋啊 我的态度是 半真半假 什么意思呢 这个计谋上半截是真的 下半截是假的 先说在上半截是真的 就是从计谋的提出设计和实施 确有歧视 因为在满门老党 清太宗实录 清史稿 明史都有详细的记录 尤其是清史稿的 报成仙传 对整个过程描述的非常详细 就说明 人家清朝人是知情者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报成仙 是这个计谋的具体实施者 他当时就是 黄太极的一个副将 这么一个次要的人物 为他力转 我觉得没必要造假 所以我认为计谋的设计和实施 是真的 但问题是 任何计谋的实施 都得让敌人上当 敌人上不上当呢 就不由你说了算了 所以计谋实施之后的过程 听没听到隔壁的耳语 只有他自己知道 说话的人是不知道的 第二天一大早 黄太极总不能问呢 喂 昨晚晚上说的话听见没有 听见就放你 不听见就不放你 不可能吧 所以 这一招就得假设 黄太极 假设你杨太监 把话都听到了 所以我放你走 那么就问了 杨太监真的听到了吗 隔壁房间的耳语 好 就算听到了 那么他一个羊马的太监 能见到皇上吗 好 就算见到了 见到皇上 告诉皇上 皇上相信吗 这一切 这一连串到万体 我们没法回答 因为只有杨太监 和崇祯皇帝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明朝人写的这段历史 却对此事 只字不提的原因 因为明朝人不知道 有这事 可是不幸的是 崇祯皇帝的确开始 怀疑袁崇幻 这恰恰让皇太极的想象 得到了证实 难道真是皇太极的 离间计成功了吗 我表示怀疑 理由很简单 这招太拙劣了 为什么呢 假如这袁崇祿和皇太极 有密约 可以在沈阳 可以在宁远 可以在锦州 何必跑到京城脚下 两军阵前 众目睽睽之前 去密谋呢 所以这么拙劣的离间计 以崇祯皇帝的智商 他绝不会上当 那么为什么历史书中 清朝人写的历史中 非要说 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这个离间计呢 无非就是想证明 这位崇祯皇帝 这个末代皇帝是昏庸的 其实历史上 这个崇祯皇帝并不昏庸 他怀疑袁崇幻 另有原因 关于皇太极世离间计 离间袁崇幻和崇祯皇帝这件事 历史上众说纷纭 一些小说更是演绎的 有彼此有眼 而傅小梵教授认为 这些说法 无非想证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崇祯皇帝 是多么的昏庸 其实这件事 无种生有 如果按照傅老师所说 那么为什么 从这以后 崇祯皇帝就开始怀疑袁崇幻了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他周边大臣的挑唆 你想啊 皇太极绕过冀州城 本顺义 沿途烧杀劫掠 无恶不作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那全是皇亲国戚 大太监们的庄园呢 这些人天天在皇帝身边 看到自己的家园被蹂躏 损失惨重 想不通啊 你说这么多秦王兵嘛 进了京师 就看着侵略者在自己的家园 这么横冲直创 这么肆意蹂躏 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袁崇幻通敌 袁崇幻阻止援兵 去和皇太极决战 一个人说没关系 架不住人多呀 天天在皇帝耳边叨叨 说袁崇幻同敌 袁崇幻同敌 说多了 皇帝能不信吗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袁崇幻自己 言行不谨慎 怎么个不谨慎呢 哎呦 真还怪不得袁崇幻 广清门外大劫之后 崇祯皇帝要靠享 保卫京师战役的有工人员 所以袁崇幻呢就进了工 一进工 还没见皇上之前呢 就面对着所有大臣呢 就使劲夸张的宣传宣扬啊 哎呦 那皇太极的这后军部队啊 那可能是势不可挡啊 凶猛无比啊 就说这个 就建议大臣们 能不能向皇上建议 咱们和皇太极结成下之盟 他说呀 这皇太极来京师 就是来做皇帝的 人家来之前都算卦了 登基的日子都算好了 哎呦 这群臣一听 这大京师色 心一想 天哪 你这袁崇幻 你什么话都敢说呀 这话你都敢说呀 大家也会疑问的 你说袁崇幻怎么这么貌似 这么 这个行为不检点 言行不检点 他不是受人以柄吗 我认为啊 这袁崇幻也是不得已 他为什么这么夸张的宣扬 皇太极的这个士兵的这种凶猛 不可阻挡呢 他就是想进京城防守 你想啊 他只有一万六千人吧 面对十万铁骑 他说我要不进京城 我就没有把我守住京城 在原野上 我的部队和十万铁骑交锋 我没有便宜可占 我很可能像赵帅教一样 全军覆没 当我全军覆没了 京城也就完了 所以他就跟这个大臣们说 等于讨价还价了 你要想让我守住京城 你就让我进城 你不让我进城 你就和皇太极结城下之盟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看着办吧 就这么个态度 谁敢答应啊 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 不接话诚 这个时候皇帝来了 袁正欢一看皇帝来了 寒暄几句之后呢 同样的跟崇祯皇帝 来描绘这皇太极的凶猛无比 但是这话语啊 就轻多了啊 也不敢提这杰城下之盟的事 这皇帝也不接话诚 也是顾左右而言他 你们打仗表现很勇敢呢 夸奖了一番 然后看看满贵的伤势 有话无话的就问袁正欢 爱卿啊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呢 袁正欢逮着机会了 他说陛下 能不能让我的部队进京 能不能让我的部队进城防守 不行 不加思考 一句就给拒绝了 这后袁正欢心里就觉得 怎么办呢 这皇帝一看这 袁正欢一脸失望 就把身上的貂皮大衣 解下来了 给袁正欢披上 那会儿已经是十一月底 北京城很冷了 你想啊 带着皇帝体温的貂皮大衣 披在袁正欢肩上 他什么感觉 哎呦 感动的一塌糊涂 什么要求都不敢提了 也说不出口了 同时又觉得 哎呦 我这要求又是太过分了 唐突了 当然他知道 如果让他的部队能够进京城 他就有把握 守住北京 打退 黄太极 可是他又一想 这杀红了眼的 骄兵汉将 进了京城 那可是大计啊 谁敢答应 哎呀 所以想算了吧 觉得自己说话也唐突了 就赶紧辞别了皇上 出了皇宫 奔了城墙 然后呢 坠城而出 什么意思呢 坐在筐里 让守城士兵就用绳子 放出去了 你们肯定说 哎呦 这么大一个寄疗都师 秦王兵马总指挥 就坐着匡进出北京城的 多委屈啊 其实这会儿 袁中放根本考虑不到自己的委屈 他想的什么 他想的下一步如何迎敌的问题 第一仗 黄太极分兵两路攻打北京 所以当时关宁铁骑对付的是一半人 现在黄太极要亲率全部后勁部队 十万人马来对付你 关宁铁骑了 下一仗将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 赶紧回营 布置御敌 七天之后 黄太极亲率人马 对广区门外 广区门以南的左安门 霸动进攻 饥饿寒冷疲劳 并没有影响官兵铁骑的战斗力 依然非常凶悍 而且装备很精良 每个人至少有一杆火冲 那打起来就很厉害了 所以黄太极没占到便宜 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后 退走到南海子 就是现在的南园 第二天晚上 袁崇慌派五百火炮手 悄悄的潜伏在 这个黄太极的这大营周围 突然发炮 后军军营顿时大乱 黄太极说行了 行了咱走吧 带着人马就开始向东撤 当这黄太极一步一步向后撤了 这京城的这危机呢 就暂时的缓解了 崇祯皇帝这下松了一口气 说好啊 我现在就可以腾出手来 解决解决内部问题了 他马上下令 派他的最信任的太监 接管了京城和皇城的守卫 然后传指赵袁崇焕进攻 干嘛呢 异想 就是讨论军饷问题 这会儿袁崇焕干嘛呢 袁崇焕带他的部队 跟在黄太极的屁股后 寻找战机准备再打一仗 突然接到皇帝传指的说 进攻一想 这是好事啊 袁崇焕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放下工作 骑着马就回了京城 到了城墙根下 坠城而入 就坐着筐子又进去了 进了城之后 直奔皇宫 我们袁崇焕进攻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